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来到医生会客室 我是嘉宾主持侯君祥医生 欢迎来到我们中环直播 今天我们请了呼吸道系统专科医生 黄勤英医生 和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关于武汉肺炎的一些资料 直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是全国的数字 刚刚看到的话已经超过五百多宗了 亦都是有一定的死亡人数 亦都是我们有两个应该都中了招 本地的个案 现在全国各地也是严防以待 很多个国家出现了疑似甚至是确诊的个案 今早上的信息来说也是武汉封锁了交通 令人流可以控制得很好 其实黄医生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状态呢 现在已经很确实有人传人的情况 就发生在一个病房里面 据说是一个老神经的病房里面 一班医护人员是受到感染的 有十多人是受影响的 另一方面就是家庭 家庭里面互相的传染 所以是很确定有人传人 以及已经是一波又一波这样散开去 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或者我们的政府都要高度戒備 嗯 我就知道你经历过沙士 你当年也是一个很前性的医生 是处理沙士的病人 那你看回如果是我们17年的沙士来说 和今次的速率来说 有些人觉得那个传染性是否更快 嗯 由于我们沙士开头的时候 当年都是11月12月的时候 内地已经有个案了 当时那个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 新闻没有那么快广播出来 其实最初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来到香港我们就看到 在几个星期之内 就很快地发生疫症 可以说当时政府的反应也不是太快 我记得那个疫症是发生了 大约三个星期左右 在学校才停课 是是是是 嗯 所以也有一个时间性在那里 今天我们也在面对一个相当严峻的 一个叫做冠状病毒 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那其实冠状病毒 我们一直都有这种病毒的 也都知道这种病毒来说 主要是感染一个上呼吸道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全部都在说肺炎 为什么它会落到肺炎那里呢 其实冠状病毒 为什么叫做冠状病毒呢 就是它的病毒外面有一支支小刺 看上去好像黄冠一支刺 刺出来 那些刺 有个冠面在 是的 其实那些刺 其中有一些刺 可以刺落我们呼吸道的细胞 就可以说令呼吸道的细胞开门 让那个冠状病毒走进去 那个黄冠就是一个刺 其中有一些antigen 可以刺落我们的细胞 可以说我们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细胞 有不同的细胞 刚刚我们整个呼吸道 其实都有那种细胞 它一贴下去就好像一个锁匙 打开门 就可以进去我们这个呼吸道 那些细胞里面 就繁殖了 所以就会引起一个 发炎的情况 是的 是的 但是为什么冠状病毒 好像来势哄哄 好像沙士也是冠状病毒 搞到很多人出现了沙士的病症 甚至乎我们的医生 或者医护人员都有问题 那为什么它那么兇死呢 首先 我们人是对这些病毒 没有先前的抵抗力 那我们以前就知道 有四种冠状病毒 它们在动物那里发生 亦都令到人 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通常都是比较轻微的 那部分人 譬如很多疾病 慢性病的人 已经知道有少部分 是引起人的肺炎 后来第五种 就是我们的沙士 第六种 就是中东综合性呼吸病 是的 现在是第七种 每一种都有基因上的转变 它的蛋白质有些转变 变成我们人 其实不是每个人 都有一种抵抗力去抵抗它 所以它有发起的病变 就和一些人对流行性感冒的流感 它没有抵抗力的时候 某些人也有差不多的病症和表现 嗯 所以其实在流感上 它也会引起肺炎的病发症 是的 所以这个冠状病毒 也是无可避免 它会引起这个情况 是的 但是这个冠状病毒 就是比较来 我想多说一点 它是否比其他病毒 是更恶死的呢 现在观察就是了 譬如这样说 我们观察到 现在的案例五百多宗 有十七个过身 就是死亡率百分之二 相对流感来说 死亡率是高很多 再者死亡率会滞后的 就是说慢慢 因为有病的人 医生会医治 所以它没有那么快 死亡率是出现了 是的 一路的数字会转变 是的 所以我们也要密切留意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其实这个冠状病毒来说 其实它对比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 一些临床数据 但是以你的观察来说 跟我们刚才你说的 第五名的SARS 就是我们的SARS 以及第六名的MERS 就是中东呼吸中极症 其实症状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分别呢 其实很多重叠 很多重叠 很多重叠 大部分 就是当时十几年前 或者几年前的MERS 那个病人最初那个礼拜 都是好像我们说作感冒 那样 觉得很累 头尺尺 头重重 没什么力 没什么胃口 累奶奶 有些快到三天 有些快到五天 就开始气喘 咳嗽 有痰 呼吸道的病征就出来了 如果MERS来说 有些三天已经呼吸衰竭 然后又要插口 去心切治疗部 急转直下 如果真的三天的话 那那个downhill 真的去得很快 这个是MERS 或者SARS 个别特别快 特别差的例子 无论是MERS 好 SARS好 或者今次武汉流感 武汉肺炎也好 是的 我们都发现 如果那个病人 他越多长期病患的话 他那个病情就越重 好像头几个过身的病人 公布出来 其实都本身很多 有长期病患 年纪大 是的 多病痛 我想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但是他们是否很早期 最 有没有 通常 我们 就是 武汉肺炎 或者MERS 或者SARS 他会不会第一个正常 就是发烧 这样的 始终有几天 是一个叫做潜伏期 就像我们很多人说 累累的 做感冒 其实MERS 或者SARS 他们是很累的 或者武汉肺炎 有一些病例 说出来 是累得很厉害 或者说 上楼梯 上一层楼梯 两层楼梯 都觉得很累 很无力 气速就是其中一个累 是累 没有胃口 很疲倦 是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身边有这些人 的话 就要特别小心了 我认为我们也不可以轻心 刚才黄医生你过来 有没有看到街上很多人 有些穿蓝色衣服的人 刚刚也走过 听闻 是有一个朋友 怀疑的个案 就是黎祖中环 是求产的 但我们未确实 但是我想 这个武汉肺炎 已经是实实在在的 来到我们的本土 成为了我们可能会在本土里 引起了一连串的爆发 或者感染的一个病情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 掉以轻心 黄医生 其实有没有什么 平时的生活的提示 让大家可以预防一下 这么严重的疾抑症 我猜很多人都说过 洗手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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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看到巴士 或者是地铁 大约有三四成人戴口罩 还有些人拿着口罩 然后将它戴着 然后就这样拉下来 这是很差的 第一个手 手罩面 第二个口罩 碰到的口罩 就很骯髒了 所以要戴就戴 要脱就脱了 脱了之后 脱了之后 骯髒的地方对置 最好就换了它 好了 我留意一下 这个黄医生的亲身示范 其实我看回网上 有些人想黄医生介绍一下 那个小朋友又怎么样 那里 似乎小朋友暂时没有个案报导出来 希望继续守得住 没有人受感染 大人有时都留意 例如打黑痴 咳嗽 其实我们打黑痴 一噴可以噴到一万个飞没出来 咳嗽就噴到三千个 所以咳嗽打黑痴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纸巾 没有口罩就用口罩暗住 接着就可能扶个栏杆 或者放手 不知去哪裏 就把那个骯髒的 droplet 拆到周围都有病菌 其实如果真的要打黑痴 或者咳嗽 要用那三个衣服就暗住 抗一抗 抗一抗 那些飞没就黏在衣服那里 回到家自己处理 因为是自己身上的菌 在自己的衣服那里 就不要交给太太 或者交给爸爸 自己处理那件衣服去洗好 或者去除了去不要 还是怎样 比起用的手 是打算挺好的 嗯 是的 我想我们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沙士那里 大家都已经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和有一个认识的话 其实要做这些卫生的习惯 我相信就不是很难的 不过大家都要真的 不可以掉以轻心 也就是 黄医生刚才所说的 无论是大人小孩也好 我们都要注意 戴口罩 以及注意自己的家居 和个人的卫生 这就是一个保护的上策 如果家里面 是有些长者 或者长期患病的人士来说 那就要特别要注意自己 保护自己的身体了